聽說在長白山農村 聽說在長白山農村 也有個強身補體的拉菇蝦 該不會和慈禧回春樹有關吧 外面多麼煤礦 這裡應該是小吃店吧 我們去問問看 不好意思 大哥 先請問一下 我要找一個拉菇蝦 它們是稻子走路的蝦 你有沒有拚過啊 有我身上就有 我身上就有 等上去抓 在身上要去抓 你等會兒就去抓拉菇 你等會兒要去抓拉菇啊 這麼好 那大哥你現在順便看 我去哪裡 行啊 太好了 等一下就跟大哥去抓拉菇蝦吧 大哥 像我們說那個拉菇蝦 是什麼季節抓最好 就是九月份跟十月份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 這個季節是最肥的時候 最肥的時候 最肥美的時候 對 它多嗎 不多 很吵 很難找 那我們如果抓這個蝦的話 需要有什麼工具嗎 什麼都不用 雙手就可以了 用雙手 戴上桶 一個桶子就夠了 對 用雙手不會受傷嗎 也夾人 夾人 夾會怎麼夾 很大力嗎 很大力 骨頭會有問題嗎 那邊 皮肉 皮肉 這個季節這麼冷 被夾到肯定痛的啊 大哥那我們繼續走吧 走嗎 走 坐著牛車去抓蝦 這個可厲害了吧 大哥說啊 拉菇蝦號稱是長白山的小龍蝦 對男人來說是頂級的聖品 捕身兼壯 看來啊 不多抓幾隻是不行囉 大哥啊 我們上游的地方比較少對不對 少 他的習性就是喜歡擠水流 擠水流 冰涼 對 越涼越好 他喜歡泡冰水 有沒有聽到 那個拉菇蝦 他喜歡泡冰水 而且要在水流擠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顆一顆石頭這樣翻 來看看 沒有啊 這什麼樹葉啊 喔耶 哇 好冰喔 好冰喔 這個水很冰欸大哥 老娘 這個老娘了 哇大哥 這種大石頭下面會有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小石片啊 哇好冰喔 我的天啊 找不找啊大哥 這裡有 蛤 哪裡 它完全 它完全保護色 對 它跟那些石頭長得一樣顏色 可以直接抓嗎 可以 抓了喔 有沒有看到 這裡喔 好小隻喔 你看攝影機 攝影機 跟著我喔 我把它放下去囉 來囉 各位觀眾 不見了 欸你不可以對焦啦 你要用浪的 給各位觀眾去找 大家來找茶好不好 不要對焦 好你現在鏡頭移開了 它在哪裡 在下來 在下來 在哪裡 不見了 找不到了 在這裡 完完全全的保護色耶 這怎麼找啊 太難找了吧 不好抓 不好抓 好難抓 可是它這個看起來好特別喔 我沒有吃過這樣的蝦耶 它虛虛是 很像龍蝦的區區 因為是一條一條紋路狀的 然後它的身形啊 非常小 它尾巴這個地方 其實有點像那個 賴尿蝦有沒有 這樣 長得很像賴尿蝦 會打人的那一種 這就是叫拉菇蝦嗎 拉菇 沒有其他名字啊 就叫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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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名字叫 稻爬蟲 稻爬蟲 他在 漢地 漢地 稻子蟲 稻子蟲 我們來試試看稻子蟲 稻子蟲 走囉 走囉 它還橫著走耶 它就有了 這個又像小龍蝦 又像蝦菇的東西 就是在地特有的拉菇蝦 主要觸摸在 長白山脈的演習時奉中 當地人都把它 拿來做成料理 不要看它小小一隻 想要抓它 沒有別的方法哦 只能靠耐心 一隻一隻的慢慢找 發現了 你看它這邊裝死有沒有 它以為我沒有發現它 它真的是跟這個 石頭融為一比耶 這裡這裡 有沒有 你想裝死啊 給我過來 給我過來 欸它就這樣夾縫中求生存耶 而且啊 我剛剛還不只看到這一隻 啊結果我才 我才對著鏡頭 才一下下哦 我剛剛原本看到它在這裡 有沒有 不不不不 它現在已經跑到這裡了 來看看 它現在躲在三顆石頭縫中間 你以為我沒有看到你啊 你以為你躲在這邊就可以啦 在這裡 欸 他們好會躲喔 大哥啊 他們全部都躲在縫裡面喔 所以一定要翻石頭才找得到對不對 你看大哥手上已經兩隻了 有沒有 它是在石頭縫裡面找到 欸這真的好酷喔 我沒有這樣找過蝦子耶 一般來說我們蝦子都用釣的嘛 要不然說 像之前我們在那個四川的時候 我們是在那個 類似田裡面這樣去挖 它是那種土的 可是這是小溪流的 所以說 代表說它應該很好吃 大哥 這水質很輕耶 你看我們這樣站著 都可以直接見底耶 對不對 這水蠻好的 這水蠻好的 這水是可以生飲的嗎 可以啊 可以生飲的啊 這裡的水是可以生飲的啊 對 那標準值是過的嗎 過了 過標準值了 過標準值了 在標準值內的 可以喝了 可以直接生飲了 你看看 水質又好 然後這邊空氣我跟妳講 不是在開玩笑 這邊真的是如實無化 這邊的空氣真的好到爆炸 然後 這邊的蝦子 肯定也好吃 你看看這麼優良的環境對不對 先把它放進去 沒有錯 好山好水一定出產好東西 大哥說啊 每年到了拉菇蝦身材的旺季 許多居民就會到野溪中捕刷 通常溪流越強的地方 蝦子就越多 雖然今天有太陽 但是東北的溫度 可是不到10度啊 子儀我在冰水中泡了這麼久 手腳都快變豆漿了啦 總算是抓到了不少 接著呢 就要試試大哥口中 這個男性威爾綱 為力道德國橋 抓到好多拉菇蝦 大哥 處理是家族我最拿手了 交給我啦 小燕姐 為什麼 那拉菇不是用豆鍋的 不是用豆鍋 那拉菇蝦 攪肉雞 攪肉雞 為什麼這個蝦子帶殼的 怎麼用攪肉雞攪啊 大哥 攪碎 攪碎 對 帶殼去攪啊 我沒有看過這樣做蝦料理耶 直接這樣下去攪啊 這樣帶殼怎麼吃啊 我沒有看過這樣做蝦料理 他直接把蝦子帶殼然後這樣攪 可是他這樣錢子跟那個外殼 全部都在裡面了耶 不好攪吧大哥 不好攪 不好攪 不然讓我試試看好了 來我們來換手 你負責放蝦 我來攪 欸好特別喔 因為這是一般的攪肉雞有沒有 一般來說我們是放豬肉啊牛肉啊 直接放進去攪 可是他這個沒有耶 我們這隻是放蝦子進去攪 這樣子可以吃嗎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不吃蝦殼耶 這樣子這樣攪 其實不容易喔 子儀我才在納悶這個蝦蝦 要怎麼做料理 沒想到大哥 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它丟進了機器攪碎 而且還是整隻帶殼耶 仔細看著大哥 把攪好的蝦泥過濾後 加入蛋汁攪拌均勻 倒入鍋中用小火慢煮 神奇的事情發生啦 這道料理大哥叫他做 拉菇豆腐 來 藏著我的拉菇豆腐啊 拉菇豆腐喔 哇 你看看 我的媽呀 這是紅通通的豆腐啊 有放大豆在裡面嗎 沒有 就是純粹因為它做起來會發泡 發泡以後像豆腐 所以就是拉菇豆腐 好香喔 還要帶點韭菜的味道 喔 喔 怎麼樣 入口即化 而且你在吃啊 對 軟軟嫩嫩的 重點是啊 你在吃的時候啊 你知道有幾種味道在裡面嗎 第一個 一入口韭菜的味道出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蝦 蝦膏的那個濃郁啊 全部串出來了 而且我還在吃的時候 我還吃到一點點 有一種沙沙的感覺 那個是蝦殼嗎 因為殼這裡面有甲殼酷 喔 甲殼酷 吃了對人體有好嗎 那除了這個殼以外呢 吃這個拉菇蝦啊 對身體有什麼其他的幫助呢 這個拉菇蝦 拉菇豆腐喔 對男人比較好 大哥講得好綿甲喔 對男人好喔 對 是因為它裡面 韭菜嘛 你放了韭菜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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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說這其實是 是男人的聖品 我的媽呀 那我要多吃一點啦 哈哈 拉菇豆腐的口感果真特別喔 大哥啊 能把硬殼的小龍蝦 變成軟軟的豆腐 這個料理功夫啊 實在是太厲害了 而祖傳的手藝 加上傳承的堅持 沒到吃飯時間 真的是高朋滿座呢 成了長白山吃得到的 第一等好味道 切開平定